贪吃的老鼠,一只老鼠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盛得半满的米缸里,这飞来的口服老鼠岂能放过,一顿饱食后倒头便睡,不知不觉中老鼠在米缸里已过了好长一段时间,有时它也想跳出去算了, 可是眼瞅着这么多的白米,嘴里便直痒痒的,真舍不得离开,直到有一天米缸见了底,老鼠才惊觉缸底到缸口的高度无论如何已是难以企及,更要命的是,此时它已胖得如一只笨拙的肥猫,几乎没有什么弹跳力了, 它面临的只有两种不幸的结局,成为主人的棒下轨,或是饿死在米缸中,智慧人生,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米的诱惑呢? 如果我们不能看清灵力背后的可怕陷阱,或是看清了却无法按捺一时的欲望,结果就同那只老鼠一样,没满足欲望一次,毁灭就临近一步,直至陷入绝境。